哈喽,大家好,我们来跟进这个Bertama Bertama之前都一直有跟进,一直都有分享的 然后呢,就没有再跟进了 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讲说 Bertama标普已经达到了他的账符满足 就是达到了他的Tucket Price,要小心了,要小心了 这个账符满足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你可以看到我之前画的这三条线 之前的时候他在这边突破 而这边有一个距离,从底部上去有一个距离 然后呢,把它量一次 这距离啊,一次啊 这就是叫做第一次的账符满足 再量第二次啊,这个是第二次的账符满足 就达到这个价钱 嗯,通常呢,我有两个啦 当然也是有可能一个的 有三个呢,就非常少 嗯,所以我就说,那时候我就说 他已经达到了这个第二次的账符满足 要小心了,要小心了,ok 然后我就没有跟进了 今天再看谁呢,你可以看到 真的是啊 呃,现在就跌飞了 ok 呃,如果你那时候有跑掉的话呢 就恭喜你赚钱咯 如果你没有跑掉的话呢 你现在应该才是赚钱的,ok 只是赚少了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两个账符满足出现之后啊 他这边出现了很多一个这样的这个 长商引线,看到吗 两个k线是长商引线的 对比呢也是有这个 呃,成交量也是很多 啊,这个 账符满足 达到了 又出现这种形态 呃,sucita 长商引线的 又有大的成交量 股价又在顶部 啊,这个老师讲是一个见顶的信号 再配合这个账符满足的话 啊,那时候你那时候是应该要跑掉的 ok 呃,当然这些现在是现在是马后炮了 呃,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个case study 下一次的时候真的是要注意了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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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